我们人类的社会呢 它是一个群体合作的社会 我们称为它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其实它就是两种关系 以乐团来做比例的话 一个就是坐在外面一排 一个就是坐在里面这一排 通常坐在外面这一排 通常是领导性的 坐在里面是被领导的 可是它并不居然是这样子 为什么 我们现在听到这段音乐 实际上是从里面这一排的人 开始先演奏 它是一个女中音的声音 但是当我再换一个位置 坐到更里面来 实际上呢 在这个排的位置里面呢 它是所谓的第二小地琴 所以跟第一小地琴比较起来 它是更里面的位置 它是纯粹伴奏的角色 可是我们听到巴哈这首 写给小地琴舞伴奏的这个 它居然也有主导的时候 这个是所谓的南高音的声部 最后呢巴哈才呈现出 坐在最外面这一个位置 我们称为乐团首席 女高音的声部 它是最后进来的 所以它要追随前面两个声部的脚步 一起大家慢慢地 有主导的 有伴奏的位置 然后最后呢 到这个地方 大家一起齐唱 成为一个unify 一个整合起来 一个团队合作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这次 整个演讲系列要谈的 领导与被领导的风格特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